台股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我不敢去追那些 源在天邊的強勢股 怎麼樣卡位補漲股 劍鋒提醒我說 跟著手機供應鏈走 有什麼樣的題材 好 基本上來講 當然剛剛出來講到 很多個股的確在最近的漲幅 都非常的驚人 你說AI也好 或者說剛才前面看到 一些震波都很大個股 那一檔比一檔還飆 說實在話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 看到這樣的陷阱 說實在話的確也不敢去追 但是其實在這兩天來講 有些中小型股 他有開始進行一些補漲的部分 但是投資朋友 你還是去鎖定說 他股價低位間沒有錯 但是最好是有一些轉機的題材 例如說像面板裡面的驅動IC 在今天也是很強勢 因為面板的包價往上走 所以造成說 他有一個轉機性的存在 那再來我認為 就是手機的一個供應鏈來講的話 其實也是有補漲的一個機會 因為在去年來講 說實在話 手機真的是蠻慘的 真的是蠻慘的 那其實他們自己也知道 所以呢 去年來說 他們的新機都非常的少 都非常少 幾乎不敢出新機 因為出也沒人買啊 因為需求也不大嘛 然後整個庫存又很高 但是在歷經的去年一整年的調整 然後新機沒有出很多的情況下 他的庫存開始回到一個健康的水位 這一點我認為非常重要啦 所以可以看到說 接下來的剛才講到MWC展 很多家廠商 尤其是中國手機廠商 開始都陸陸續續推出了新機 那當然還有一點就是跟AI有關啊 因為AI手機有一個助攻力道 他把一些深層式AI邊緣運算 把下放到這個手機裡面 例如說三星最近也出了對不對 在上個月出了一隻S24嘛 一隻AI手機嘛 那再來的話 基本上 像這個華為OPPO 我認為其實都會出 到最主要市場上還是認為說蘋果 在等他 對在等他看能不能跟進 因為他是認為說 在整個深層式AI來講 他都會先 放到一個IOS應用裡面 所以呢 市場上就看這個樣 能不能有一個跟進的一個動作 再來最主要原因還有一個 就是剛剛講到嘛 華為也回歸了成長 因為去年大家也知道華為蠻慘的 那今年呢 他也開始出新機了 等一下也會講到 他會出新機 然後出貨有機會成長 這對於大力光等供應鏈來講的話 他們的出貨跟毛利率 都有機會攀升 然後股價又低未接 所以就有一個補漲的一個空間 不過MWC下禮拜一 大陸很壞耶 搶在MWC之前 硬是把風頭給搶回來了 這個禮拜陸續 新機上市 然後有哪一些的重點跟亮點 好 當然在這個新機來講的話 像realme來講的話 他出了一個12P 那他主要的主打是說 以前的潛望式長焦的鏡頭 都是放在高價位 但是他把它下放到這一支叫做中高價位 等於說在同價位中價位來講的話 就擁有一個潛望式長焦的鏡頭 這之前來講都是一個高階手機才會有的 因為這種潛望長焦他就相當於單眼 對沒錯 他就等於說那些手機像單眼了 你等於說照景深的畫面來講的話 都可以獲得到一個實質性的提升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算是他的一個賣點之一 然後再來呢小米他也出了一個Ultra 14 那這個14他當然他搭載一個高通這個處理器來講話 相當的快 重點是他搭配的是萊卡等級的雙長焦 對這等於說手機好像以後真的會變成單眼 其實現在你說拿相機拍照的也很少了啦 所以呢這手機功能其實尤其是鏡頭 我有發現這幾款他都非常強調他鏡頭的功能 對例如說這個是潛望式長焦鏡頭 那這也搭配了萊卡鏡頭 那華為呢他出了一支直立式的摺疊機 他出了一個直立式的摺疊機 那這預估他會採用去年Meta60系列相同的一個 麒麟的5G專用的一個處理器 那其實他也會 他還有一點他沒寫到就是他也升級 他的一個鏡頭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我認為在接下來的這個手機亮點來講話 大家鏡頭都去提升 所以大力光自己也講嘛 他可能現在需求沒那麼大 但是他也看好潛望式鏡頭 或者一個比較高階的鏡頭來講話 出貨會開始去做的成長 好所以以他們馬首之戰 試占這次新品推出第一個大段拼鏡頭 下一代大家要拼的是AI 沒錯 所以商機會怎麼樣延伸 好 其實在接下來來講話 你說AI下半道手機來講話 第一個當然你的晶片要夠強 第二個來講話 其實裡面的一個功率放大器也會提升 為什麼要提升 因為他會 以前手機是Wi-Fi 5 Wi-Fi 6 他會提升到Wi-Fi 7 他這樣才會讓整個傳輸 比較出現比較低延遲的一個情況 那以前PA功率放大器來講話 以前在手機 你說Wi-Fi 5大概1到2顆 對 Wi-Fi 6大概3到4顆 現在要幾顆 但是如果到Wi-Fi 7是8到10顆 翻倍喔 對 那8到10顆來講話 這Wi-Fi 7應用大概在哪時候 其實沒那麼快 所有知道應該會在年底 應該會在年底 因為現在主流規格還是在這上面 那但是如果說他已經進入到 年底他真的進入到8到10顆 Wi-Fi 7的一個狀況來講話 其實PA功率放大器的 他顆數增加 當然他營收跟獲利就有機會 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提升 接下來我們就要一檔一檔看 因為他是屬於補漲行情 補漲的操作策略 跟領漲就不一樣了 好 先來看到洪杰克 兼收143.5 洪杰克來講話 其實外資是買很久了 你可以看到外資 其實已經買了兩個多禮拜 對不對 已經買了兩個多禮拜 那他股價的景限 大概是落在這邊 其實昨天也才剛跳空 只是他突破的太猛了 他一口氣攻上了漲停板 然後又出現了一個大量 所以今天股價做一個震盪折擬 那投資朋友就留意說 震盪折我覺得是OK的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昨天的低點 這個大量低點沒有跌破 我覺得拉回應該都是要去找布局的機會 來 第二檔 全新 全新的這部分也是一樣 全新是屬於低檔的一個V轉 它的一個景限是在這裡 它才剛到景限 那當然你好會覺得說 他從這125塊左右 我漲到160 其實漲幅也有點大喔 也有點大 但是如果以技術面來看 它是剛突破的一個景限 剛突破的景限 我有跟大家講嘛 你就往上面去找 等比 對 你就往上面找 大概也是會落在這邊 所以這邊120到這邊 大概40塊幾個空間 這邊再往上先看200 對 我認為也會突破這邊的高點 再加上剛才講到嘛 外資也是持續在買 而且買很久 它從1月份就一路買到現在 所以全新來講的話 這個生化 當然你說生化PA功率放在器的部分 它不只說應用在手機這部分 你說它車用 未來這個生化PA的部分 也會用到比較多 所以原則上來講的話 這個部分 剛好技術沒有完成一個打底型態 是可以特別來做關注的 好 景限很重要 走過路過要順順的把它站穩 如果站穩的話 它空間會更大 空間會更大 OK 好 這是全新 來 穩帽 好 穩帽來講的話 其實穩帽的位階是怎樣 你看景限在這 他們都開剛過 等於說為什麼會把它列出來補漲 雲就在這邊 因為它股價都才剛過景限 當然你說剛過景限 會遇到一些賣 這個都蠻正常的啦 但是原則上 原則上它只要往上突破之後 月線沒有跌破 其實是不用太過地上 甚至說你不要說月線 你只要看這個禮拜的一個低點 沒有跌破來講的話 原則上它在短 至少說在短線上 它是一個多方的控盤 那通常突破景限之後 一樣就是上漢前波高點 了解 對 其實PA三雄的這部分的話 我可以留意 但是我認為指標股會是宏傑克 宏傑克 對 指標股會是宏傑克 OK 星星 昨天表態了一天 對 其實昨天我記得 節目上很多人都會在講星星 那說實在為 我們把時間拉長一點就知道 其實它股價也是落後啦 你看很多AI股都在這邊了嘛 而且有些還不知道噴到哪裡去了 但是你看星星還沒有 那原因其實還是在於說 其實大摩之前有出一篇報告 說ABF宅盤公過允窮 但是不要被它騙了 為什麼我這樣講 你不要不管大摩跟小摩 在這一個月它全部都是買超 哦 口序心扉 對 口序心扉 其實外資對於ABF報告 你要相反來看 我還特別去看他們兩家 不管大摩小摩 全部都是買超 這20天都是買超 所以呢 這個部分來講 那好 那我們再回歸到它產業面 當然ABF說實的話 你說產業限界段來講話 我認為它庫存已經調整差不多 所以它除了手機之外 你說它未來AI伺服器 AIPC甚至到車用 都要用到這個ABF宅盤的部分 所以呢 我認為它只要產能的用率慢慢提高來講 它營收跟獲利就會隨之去做成長 要不然它不會說出個賣出報告 結果還一直買 對不對 這樣怪怪的嘛 我只能說這樣怪怪的嘛 那以技術面來看 它的股價上來講也是低位間 我們時間把它拉長一點來看 你可以看它也是剛突破境線 其實這很明顯嘛 有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WD 非常大的WD 所以剛突破 今天又有回測 而且是量數又回測 這個都屬於健康回測 我問很多人可能被套在這個部分 因為這邊量比較大 如果它有機會 因為距離前高其實差不多20塊錢了 如果有機會佔它的話 到底我被套的人 來到這個位置 先解套再說還是沒有關係 反正你都等那麼久了 就讓它不高吧 應該是要看它長的狀況 例如說它是長一天回一天 長一天回一天 不乾脆 對 不是不乾脆 這我覺得比較好 因為你就一直抱就好 因為如果說它出現一根兩根 那你真的要慢 長太快容易引來賣壓 因為你長越快 各方人馬都會進來 不論當衝不論隔二衝 全部會殺進來 那你殺進來之後 你只要兩根一定會震盪 所以我覺得它一慢慢長慢慢長 然後過高之後再噴 你再出 了解 對 但是如果說它一口氣就這樣 蹦蹦 已經到這個高點 我覺得可以先獲利了結 了解了 來來回回跳炭狗 那個抱起來比較安心一點點 對 比較好 如果兩根就噴出的話 可以先獲利了結 籌碼零亂 加上均線乖率過大 我都會建議先賣一趟 對 我都會建議先賣一趟 好 這是欣欣 來下一頁 南電 好 再來 南電的話 股價會一些更落後 它股價還貼在地板上 你可以看一下它K棒 它一樣是做ABF宅板 但是你看 星星至少好打人家回到這裡 有沒有 他們的高點其實是一樣的 人家已經回到這裡 但是它還在地板上 星星上來有沒有機會把它帶上來 我認為有機會 但是它創高機率就比較低 距離太遠 對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你說ABF宅板部分 畢竟星星還是龍頭 星星還是龍頭 那當然你說南電老二會不會跟上 會 我覺得會 但是我覺得它到這個壓力就蠻大 它到景縣這附近壓力就會蠻大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現在可以短線操作 而且它說實在的話 停損不高 你看這個低一點也才3%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是 短線上可以來做操作 OK 這是南電 來 下一檔 郁金光 好 郁金光 當然第一個是大力光 我覺得大力光可以操作 那我特別跟大家講的 郁金光來講 其實我發現外資投資 這三天都在買它 反而是卡位了 有在買它 對 剛買而已 你看剛買而已 對不對 之前買又賣掉 最近都在買 外資投資都在買 但是它股性喔 很差 真的很差 我們時間可以把它拉起來看 哇 它整你超級久 你看一下 人家都不知道噴到哪裡去 它還在這邊大區間震盪 對不對 大區間震盪 但是 欸 它快過了耶 有沒有 就是我說的 它只要站上去你再去買 現階段震盪我覺得 不一定要跟它賭啦 但是你要買也可以 但是你就要承擔什麼 它又會回來這個風險 對 我是覺得它站上去你再去追會更好 站上去再去追會更好 畢竟現在我觀察到外資投資 這三天是買超的 是買超的 那 前面提到 很多手機它現在要求就是 鏡頭升級 對 所以呢 我認為在郁金光來講的話 其實也會受惠 等它站上去再買 對 等它站上去再買 這超速車我覺得可以等它站上去再買 對 再來是美律 美律當然它還有 它是做麥克風的 對 但是其實它也是有搭上這AIPIN 很多AIPIN的個股是用標的 對 剛才前面講到印記 對 或者說你說什麼玉泰等等 它們最近股價都往上走 那美律其實 它你說AIPIN要怎樣成功 它其實對於一些投影啊 微型賣控要求其實都很大 所以呢 我覺得在美律這個線型來看啊 其實它也剛完成一個底部啊 它也是剛完成一個小的WD 剛站上僅限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部分從第一檔剛開始去做一個補漲 是可以特別來關注的 OK 美律 來 最後一檔 好 最後一檔是經濟 經濟其實它手機的部分有 但是它最大成長動能 還是在電動車跟AI 因為 但是你看喔 它1月份 1月份稅前的EPS是0.79 是近期來的最高 你1月又賺了0.79 你看它12月沈下去多少 大家可以賺至少可以賺到八九塊 但是八九塊你看股價才96塊 所以說 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今年也是因為有擴廠消費 營收跟獲利都渴望去做提升 那現階段來講的話 股價也是趴在地板上 來看一下現金 對 股價也是趴在地板上 你看 有沒有 也是趴在地板上對不對 股價站上一天之後又回撤 所以它還是在做個洗盤一樣嘛 它還沒完全站上 因為這是黑黑吧 還沒完全站上 等它再一次 它只要再一次站上去 我覺得它就是要來挑戰 另外的一個區間壓力 大概100塊 所以說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是可以特別來做關注 而且你可以看到 投信最近是買很多 有沒有 最近都是以買超為主 所以十英元件這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未來電動車還是會 雖然說成長幅度沒有那麼快 但是還是會成長嘛 那經濟的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要跟著電動車去做成長 了解 好 謝謝建峰 請回座了 這個是中小型的補漲行情 誰有機會分到一倍 跟有一些些的價位相對的比較低 往下是不是風險也小了 那往上的空間 哪一些值得期待 不用給你做參考了 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來談談 昨天美國股市休市一天 今天台股走出自己的路了 今天雅股當中最強的 再創歷史新高 但是接下來呢 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問廷浩說巴菲特 在最新一季的季度報告當中 出脫了蘋果 到底是看壞蘋果 還是看壞美股 廷浩說恐怕是覺得 美股有一些風險了 會不會拖累創新高的台股 休息一下 聽看廷浩怎麼說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妳掌握全球最新訊息